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股莫名的力量卒到了这边世界 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救我吧 我一定要积攒足够的实力 打破这片时空 重新回到佳人身边 请不吝点赞 加油 大师兄似乎有心事 该死的 没想到姜月儿那家伙 竟然还真成了气候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他 却不能让他成为大师兄的绊脚石 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师妹 对不起 师妹 让你受委屈了 你的伤势不要紧吧 我没事的 大师兄 我这次被姜月儿伤了根本 只能把你吃干我尽 才能恢复根基了 你和你是否对我都没安好心 以为我不知道 我这次就趁你病要你命 把你直接吸干净 师妹 师兄 喝吧 居然是顾尘纲 太好了 正好让他们帮我护法 护好疗伤 你们两个 四长老 原来 原来刚刚是四长老救了我们 多谢四长老救命之恩 行了 不用客套了 这老女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有她在 我想要把顾尘纲吸干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我受伤了 你们两个帮我护法 不要疗伤 四 四长老 您竟然受伤了 是姜月儿干的吗 不该问的别问 知道了 没想到连藩子都败在了姜月儿手中 就算我将领雨吸干 恐怕也不是姜月儿的对手啊 不过 若是我能将四长老吞了 师兄 以姜月儿的天赋 我们修炼一辈子恐怕也追不上 如今四长老重生 我们 好 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 四长老是金丹强承 一会儿我们一起出手 时间趁她疗伤的时候 击碎她的金丹 她定然不会有还手之力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吸收 好 吸掉藩子之后 我就有了强行把师父也吸干的努力 到时候什么圣处 什么大师兄 都得乖乖跪在我脚下叫爸爸 金丹强者可没那么好对方 我得让牧承刚在前面才行 我得欲 准备一起出手 好 去死吧 什么 你自己去承担藩子的怒户吧 死 牧承刚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废我金丹 你怎么不出手 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她还要还手的余力 我要的就是她还要还手的余力 什么 你敢赢我 我杀了你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你竟然敢废我金丹 我杀了你 你 是什么 啊 啊 凌 凌 凌云 你 竟敢利用我 哼 是你自己蠢 可怨不得我 师父 不会放过你的 哼 等我吸干了你和瘟子 周亚 也迟早会被我吃掉 什么 你 你既然 放心吧 师兄 我一定会杀了江鱼儿为你报仇的 为此 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我吧 凌云 我们 都 看错了你 没想到 你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我不甘心 不甘心啊 看得不错 你算是救了我一命 能够救四长老 是凌云的荣幸呢 我金丹虽然碎裂 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很快就可以重新凝丹 你现在帮我护法 待我重新凝聚金丹之后 便收你为徒 作为我的清传弟子 来 快吧 来 快 干吗 快 可 你 基本上 要 恭喜副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 为了抵御怪兽的侵袭 绝境中的人们开发出了图灵 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 这些人便是图灵师 大家亮出本命图灵 三十小目光 一型图灵师 普通的板砖 这破板砖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射不了的人 这魔法不崇拜五家宝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最后使用一次断屋机会 第五层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几乎 真的 你让它九层料起来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呀 不 不可能 明明迷和凡人无异 不 饶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秦宇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森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正能乱乱吧 秦宇 秦宇